《空中广播室》 你好,我是安东利奥 欢迎你来到《空中广播室》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有关基督教的讲座 希望这些讲座的内容可以帮助你更认识神 使你的生命成长 学习如何从神的话语来看夫妻的关系 有人说过,好像一座城 城外面的人拼命地想攻进去 但是城里面的人拼命地走出来 在加州来说,大概有两对结婚 两对入城,有一对要屠城 去年我在澳洲的时候也有机会了解一下那里的婚姻的状态 我发现澳洲和香港都很相似 香港人的离婚比例,如果我没有看错,在澳洲的时候 我看到一份中文的报纸大概是三对一 澳洲也是一样的 在台湾每三十分钟有一对夫妻要分手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整个世界的趋势 是人对婚姻和家庭失去,信心和没有兴趣 那今晚我们要从这些问题的背后来整理一些原因 然后我们来找出来 怎样我们可以在我们夫妻关系里面能够enrich 有人说幸福的定义是什么 有一位叫做丹尼申的医生 他说神在伊甸园捉了一条婚姻的船 历世历代以来在一阵阵的风暴里面经历很多巨变 根据研究调查,每十二对结婚的夫妻 就有四对会跳船 在中国社会可能只有两对 有六对是为着厉害的关系 这些厉害的关系包括小孩、事业、家庭、教会 而留在甲板上 铁铁、创创毫无喜乐和情爱 其中只有两对对享受真正完整的婚姻 有些体会 那我就在这想 这十二对里面 这两对是不是真的可以长久留在那个仓房里面 就是不用经历风暴 是因爱一生的呢? 那当然也要看这条船是去什么方向 有经得起 有多少个狂风大浪 天气怎么样 那就是 想来想去 在世界上真正因爱夫妻有多少对呢? 实在是很少的 所以有人说幸福家庭呢 真正的定义不是在乎你这个时候敢不敢觉得到幸福 或者你觉得 人家看起来我们两个狼才女马是不是很幸福 或者我自己觉得是否幸福 其实真正幸福的定义呢 那是在乎夫妻两个人 同时间 彼此卫生 彼此肯用那个医治力去爱对方 去克服一切婚姻的成长 的障碍 去维护对方应该有个权利 去努力开拓前面的境界 所以真正行不幸福不是说 你那一刹那敢不敢觉得幸福 或者是人家看你行不幸福 真正幸福乃是 你两夫妻是否有同一的那个决心 要来在你这个婚姻 这个 这一棵植物上 愿意栽培它 能够一路的成长 我想这个是幸福真正的定义 我先同心地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祈祷 天父,多谢你在这里 看到这么多对夫妇聚在一起 我心里面实在感恩就是 因为这些基督徒夫妇不单止有彼此 还有你在夫妇的关系中间 主因为三股合成的城市 不容易截断 真是看到你在我们婚姻里面 是成为一个何等样的一股力量 来帮助我们能够stay together 真是为着你的同在 我们欠上感谢 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你知道我们一个人独居不好 就为我们做一个配偶 你定义要我们在婚姻夫妇的关系里面 能够彰显你的荣耀 也要多谢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 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 主,你自己说你是真光 你来要照亮在黑暗里面的人 主,你也应许说你离开之后 你要赐下圣灵 圣灵保卫师 会在我们生命里面 能够激荡出一条活水的江河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 我们夫妇的关系 能够成为别人的满足 主,我们恭敬 将今晚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 求你圣灵光照我们 愿你圣灵的火也焚烧我们 你赐下话语和真理之光 叫我们能够从今以后 不再在黑暗里走 主,因为根从光的 就不再黑暗里了 主,我们今晚坐在这书 我们不知道在这书 每一对夫妇的情境是怎样 主,但你都明白 我们中间可能有场 我们有很多的误会 我们有很多的辛酸眼泪孤单 创伤,主,我们求你 在今晚短短的一个几钟里面 释放我们,医治我们 插毁我们中间的墙 叫我们夫妻能够一同进入你里面 成为一体 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 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明求 阿们 我很好奇今晚坐在这书的 有没有是城外的人 即是还未入城的 但是呢 即是提早来听一下 OK 都欢迎你们 very good 因为呢 可以早些先听一下 做些准备 将来入城 就不用免犯很多的错误 那有人说呢 婚姻是什么呢 婚姻说 有人说 那婚姻是三个ring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engagement ring 第二个 wedding ring 第三个是 suffering 我觉得这一句话呢 非常是有道理的 除非我们明白这三句话的意思的话呢 否则我们夫妻的生活呢 我们发觉有很多的痛苦 是超过的 因为很多时候 对婚姻 我想特别是女孩子 有一种 很浪漫剃黑的图画 所以 你心理上的那个准备呢 我觉得 跟你入了醒之后 那个 反应会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觉得如果婚姻真的 哇 好像谈情说爱那时候 那段时期 一样地维持下去呢 那你结婚之后 你就会大大的失望 但是如果你结婚之前 你就知道 it's a process of suffering 所以大家都有很多会心的微笑 因为 可能很多位在这里 都正在水深火热之中 今晚是希望听一听 神的话语 或者我们的经验 是怎样来到脱苦海 我自己的看法呢 哪一日是真正可以脱离这个苦海呢 是我们和主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 婚姻的过程 背后有一个很熟灵 很崇高的一个神的心意 婚姻是叫两个很不同的人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两个很不同的人 变成一个人 这个过程呢 是一定要有很多的 代价 痛苦 眼泪 辛酸 最后来 最后呢 彼此 降伏 在主耶稣基督的主权下 大家一起 谦卑信服 在神的大爱里面 于是乎呢 这两个人呢 就开始真正的成为一体 很多人错误的了解 以为 圣经里面说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以人成为一体 两个人成为一个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圣经有一天 你和我结婚的话 我要你变成我理想中的那个妻子 同样呢 他可以向我提出 我要将你变成我理想中的那个丈夫 或者我们要求对方变成我自己 成为一体的一呢 就是我 所以你要就我 就不到我 我来斩你 来削你 将你修改改变 然后可以变成 跟我一样这样的人呢 那我们两个中间就没有问题 我想这个是婚姻 里面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 你希望改变对方 而其实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话 江山易改 本性难言 我觉得 我和他结婚差不多22年 有时我觉得 和结婚之前都差不多 不是太多的改变 因为 基本上的性情 有时 如果不是神在他身上雕夺 给他一个很大的体验的话 可能人不能够改变人太多 所以说 婚姻是一个受苦的过程 是对我们有益的 是对你和我有益的 因为你想一想 全世界上最了解你和我的是谁呢 就是站在你旁边的位置 是你的配偶 因为你和他是戏 坦诚 你什么臭气 他都知道 全世界没有人知道 但是他知道 比如说 睡觉会不会打鼻寒 是不是三天都不洗澡 没有人知道 你来这里来参加团契的话 化妆都很漂亮 好像一枝花 打完领胎西装 没有人知道你真面目是怎样的 来到教堂 可能和弟兄姊妹微笑 很有爱心 他人很临线 但是回到家 一脱下西装 里面是只狼来的 那些子女一见到爹地回来 就说狼来的 那样 快点走不走 为什么 因为他的本性在那里 只不过外面套一件东西 甚至于在这里有很多夫妻 刚才你们来聚会的时候 都已经在家里一路吵到这里 但是很奇怪 一到parking lot 一开了路面 看到其他弟兄姊妹 眨一眨一眨一眨 和太太的 会心的微笑 下集回家才吵 这个是一个suffering process 是一个痛苦仇苦的过程 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来看婚姻的时候 一个很大的 一个 慕道的朋友 或者未信主的朋友 他们看不到的一个角度 和真理 我觉得圣经的真理是说 夫妇两个人是依人成为一体 但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 未必是夫妇 圣经里面说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除了神之外 第一个关系 很重要的就是夫妇的关系 但我觉得在中国文化 不知道你观察你父母的婚姻状态里面 是不是他们摆在他们人生优先 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我想一般不是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是血浓于水 是吗 你只是一个老爸 或者一个老母 但是太太 不对的话 就好像穿旧的衣服 或者是烂了 旧了可以换的 这些是我们传统中国的观念 就是说夫妻的关系 是放在亲子关系之下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西方的文化里面来看 我们又发觉 他不是什么其他的关系 他是我 me first 是我最重要的 我是宇宙之主 在家庭里面强调每个人的自主和独立 东西的文化放的重点不一样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父母差不多 因为传统中国里面 孔老夫子说 未知生焉知死 敬鬼神而怨知 所以在中文传统民间的信仰里面 其实没有一个 好像西方文化里面 一个神的一个观念里面 所以因此在中国文化里面 老人家或者父母 差不多是扮演一个神的地位 他们的地位 他们的尊严 他们的重要性 是主宰了整个家庭的方向 但是在圣经里面 我们不讲东方或者西方 我们今天是一班基督徒 我们回到超乎 宇宙人类之上 这位造物者 来看一看他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发觉他强调 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耶稣基督是主 神是第一位 但是说完神之后 说到人和人的关系的时候 他强调夫妻这个最基本的关系 所以甚至于 神在第一对夫妻婚礼里面 他不是讲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长篇的正度词 他只是讲了一句话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以人成为一体 所以这个观念 我觉得 是特别在现代 我们在这个西方的文化里面 夫妻的关系 如果不稳固的时候 对上我们无法 只同心来 孝顺我们的父母 对下我们也 都不能够同心来 养育我们的子女 这个会发生很大很大 很严重的问题 我想就是因为我们 对中国文化的这个观念 以至于中国夫妇 虽然我们不是经常听到 父母很重要 这些这样的观念 但是无形中 在我们中国夫妇关系里面 我们不是很注重 去培养这个关系 通常呢 弟弟可能更重要 过丈夫 或者更重要过太太 特别中国太太 我觉得 未结婚之前 是未做太太 但是一做了妈妈 就没有时间做太太了 因为我们的文化 一代全一代呢 就是子女重要 很重要 重要到一个地步 甚至超过配偶的 所以你有时观察一下 教会的托儿所 或者babyland 妈妈很难let go 这些在西方社会 就不是那么容易看到 但是在中国社会 不论在香港 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加拿大 只要有中国妈妈地方 一定有这个problem 就是 弟弟和妈妈分不得开 由开始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一向 几千年来的文化就是 儿女是重要过配偶 这个观念 其实是遥动了很多的家庭 和婚姻 这个观念 如果我们不回到 圣经神的原则 来把它打破 或者改正的话 其实中国文化里面 婆媳的问题 它的根源在哪里呢 就在亲子那个 不是很正常的关系里面 怎么说呢 我看到有些人的眼睛 转大 或者打个问题 问号 怎么会婆媳搞到 原来是和父母 和子女有关系 很明显是有关系呢 因为在那么多文化里面 唯有中国文化里面 这个婆媳的问题 这个包袱最重的 关键在哪里呢 就正如我刚才所分析 如果在大多数华人的家庭里面 他强调亲子关系 不注重夫妻的感情培养 男人他就事业 是他一生的目标 那么他又强调 男人大丈夫 不要婆婆妈妈女人形 不要show你的feeling 也都不想去了解太太的感受 就是说男主外女主内 现在你嫁了给我 你是陈家的媳妇 和我养几个肥子肥女 乖乖地 将来出人头地 你就一个好媳妇和好太太 那么这个观念一过去 一嫁了过去之后 目的就是传宗接代 就在那里来为陈家张家 或者李家 来注重这个养育儿女的关系 到一个地步 夫妻之间的关系很疏离 那女性她心理或者情感上面的满足 只有投射在她和她子女的关系 所以有些妈妈一生就是为儿女而活 她的丈夫就是为事业而活的 如果她们没有神的话 这个家庭其实很悲哀的 就是她们不能够要得 怎样叫做为神而活 怎样为彼此而活 她们经历不到 神要给她们夫妻的那个祝福 和那个带领 那么这种这样的夫妻关系 你知道了 刚才竹君说 结了婚就专心做太太 有了弟弟就一意做妈妈 那就忽略了丈夫 在传统的社会里面 这个丈夫有权害三妻四妻 这个妈妈就捉住儿子 然后就爱她 疼她 吃啊 住啊 整天看着她 又不可以去游泳 又怕她浸死 又不可以骑单车 怕她跌死 又不可以去爬山 然后她滴下山脚 就撞傻了 就是一路在围 围攻过分的protection 好了 有一天突然间那丈夫呢 四十几岁 心脏病 啪一声 离开了人世 寡母 独子 这一个婆式的问题 已经在了 这个妈妈一生的希望 都是这个儿子 所以儿子 你无论三十岁 四十岁 你是一世跟着你的了 还有我一生一世 都是为你受苦的 现在晚年的时候 轮到你来养我报答 陈人 我这里我要平衡一下 圣经呢 完全跟中国文化的孝道 没有违背的 圣经强调孝道 所以请大家明白 在这些说 我们不是说 不孝顺我们的父母 事实上 非常重要 我们做基督徒的儿女 要孝顺我们的父母 而神呢 也都是在十界里面 我们看到这么重要的一个神的心意 十界里面 前四界呢 就是讲到人和神的关系 后六界呢 就是讲到人和人的关系 而讲到人和人的关系里面 第一界呢 是讲什么 你们要孝敬 孝顺 孝顺你们的父母 所以神是看肿的 所以跟中国文化没有冲突 但是神又先知先觉呢 他知道呢 如果夫妻不下心机 那些放对的位置 来到巩固他们夫妻的关系 而人还未离开父母的话呢 这个小家庭呢 会出现问题 这个问题严重性到什么呢 有些 有些做mother-in-law的呢 新婚那一晚呢 不准两个小夫妻去honeymoon度假的 留在家里 那乖子就乖乖地 家里妈咪就你了 大个太太呢 已经呢 新婚第一 第一晚呢 就已经气到面都青了 没什么表情 那老人家呢 整晚在新房门外 在那儿排回再三 一路走一路在那儿探息 说没有了 我这一世 个儿子被人抢了 这个是中国文化里面才有的问题 我刚才已经在前面一路这样铺路 就是解释 为什么会到那一天呢 那儿子已经三十五岁才结婚 但是呢 还是指那三岁的乖子 拉住妈妈的围裙 妈妈说什么就要听什么 其实我要说呢 这个人呢 他不明白 设计婚姻这位神的 创造者的设计 其实他要孝顺的话呢 是一件好事 我就劝他不要结婚 免得害己害人 就一世做孝顺仔呢 就陪着妈妈 等他呢 年老呢 七八十岁 很安慰地离开人世 然后呢 六十岁呢 才好结婚 圣经的教训呢 偏偏不去遵守 结果呢 最后面这个家庭呢 这个老人家呢 我觉得不是用神的爱 来爱他的儿子 而是为了他自己的需要和安全感 所以后面他逼儿子呢 来到divorce他的媳妇 然后他让他的儿子失去他的妻子 让他两个乖的孙儿孙女呢 失去他的爸爸 他们的爸爸 也都让他的媳妇呢 没有了自己的丈夫 这些是人世间呢 当人不愿意回到神的真理里面 来到学习怎样建立家庭的时候 所带来的悲剧 我想说这些case的时候呢 有一个功课可以学 就是说 哎呀 这些东西不会临到我们 我们现在是新时代 好像这些是很古老的故事 但是很有趣的 我最近都听到一对夫妇 就是他讲到 无论你听些什么的道理 无论你知道婚姻的真理有多少 很多时候我们做出来的呢 如果是女儿说跟你妈妈又差不多 那个男儿可能又跟你爸爸差不多 因为有一对夫妇 我记得那个太太说 他观察他和他爸爸和他妈妈的关系 他就说 很少见到他们聊天 那么那个妈妈呢 最紧要就是三餐正常 那个爸爸回来就是 做好饭给他吃 那么他说我现在就是这样了 那么我总之我先生回来 我做好了饭给他 做好了 还有炖饭吃 那么他就去睡觉了 那么他觉得我尽了我妻子的责任 那么而那个先生呢 就觉得 为什么那个太太 从来都不跟他谈心事 觉得心事 但是对他太太来说 做太太就是这样了 因为他看他的妈妈 和他爸爸的角色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说就说两个人结婚 很紧要的就是我们的背景 我们的弟弟的时候 观察我们父母的多多少少都带入 我们的婚姻境况 那么圣经里面呢 强调我们呢 来到巩固夫妻的关系 因为这个关系搞定的话呢 所有人同人的关系都行 因为你们夫妻二人同心呢 就同行 所以可以同心来到面对第三者的侵入 又可以同心来到看彼此的双方的父母 好似自己父母一样 然后又在教养儿女上面 同心来到引导他们 这个家庭呢 这对夫妇呢 他的关系是很健康 和很实在的 那么为了我们加身 我们这个家庭更新协会的一个异象呢 就是看到夫妻的关系是那么紧要呢 所以我们最开始了两年的历史呢 我们1990年4月呢 我们两夫妻呢 离开中信 因为中信 他们重新改祖 那么我们觉得是神的带领 我们出来设立这个家庭更新协会的工作 其中一个重点我们就说 怎样我们去巩固一些基督徒 他们的夫妻的关系 所以这几年里面呢 我们在世界各地呢 都举办了很多夫妻恩爱营 因为现代人呢 他不懂怎样来到夫妻在那儿聊天 婚前呢就很懂的 婚后呢就不讲了 好像讲完了 就已经呢 如今呢就是爱你在心呢 口难开的 但是婚前呢叫他 麻烦你不要再打电话了 好像有首这样的歌 麻烦你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很烦了 那都是要继续说 那于是乎呢 现代人呢就没有时间来到专注在夫妻的关系 所以我们最近呢 也都可能大家都知道呢 在你们教会那里呢 我们一共有七对的夫妇 我们在上个周末呢 我们一起呢 找了一个hotel 我们一起学习 怎样来到 enrich我们夫妻的关系 那今晚呢 就不是静止 我和Josephine在这儿讲的 所以我就希望呢 他们都能够现身说法 能够分享一下 他们夫妻 但是在这三日两夜里面 很多时候参加了的人 他说我们好像是second honeymoon 因为平时呢 没什么机会 两份工忙忙忙 然后回来就忙子女 那weekend呢就忙教会事奉 那就是心都淡了 爱火已经在那儿就快熄了 有些呢 已经就 甚至觉得不能够再继续了 但是感谢主 神用这三日两夜的时间呢 他就来到 帮助了 亲自来到 向一些夫妇说话 所以下面呢 我就 要请第一对夫妇呢 来到 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 每一对夫妇都 都已经 离齐 那呢 就 at least 我看到有几对 那我就希望呢 你们呢 很simple的就是将你们 你觉得在那三日里面 神 怎样来到摸到你们夫妻的关系 然后怎样来到向你们说话 那那个经历是怎样的 就是很simple 不需要很长 又不需要作文章 就讲一讲你自己的感受 最大的突破 你的收获 怎样形容在你婚姻生活里面 我想是practical 或者 我想今天听更好过上个礼拜 因为他们有几天回去练习一下 我也很想听 那 Robin和Shirley 他们是 上个星期他们差不多是 是负责coordinate 好像是一个站在行先的地 所以 我们都将这个privilege 先给他们 他们第一队 你都和大家分享一下 神怎么样 好 你说还是我说 或者我们向邱青泰先生夫妇合集 我们一起说 好 你先说我跟着 本来我本人就没有打算来share 我打电话请其中三个家人来share 既然被他叫到 我也要穿着帽子说几句 我们两夫妇最后他们开始了之后 我们才决定去参加 但我们很感谢神 因为 在那么last minute的时候 Josephine和Peter 他们默默为我们祷告 希望我们可以去参加 我很感谢我姐姐 可以帮我看两个小孩 我们马上赶到去参加 当时 他们就说 你两夫妇 像什么 就是你symbolize 用什么可以譬喻到你两夫妇 那我们其中一个功夫就是 我们两夫妇好像一对筷子 那样 我们差不多size 差不多高矮肥瘦 我们品性又差不多相同 那如果说用筷子的时候 如果我们符合牙 我们就很顺利有饭吃了 如果不符合牙 你吃来吃也吃不了 那我们就说 这是我们的婚姻的生活 以及potry我们两个夫妇 另外我就说 如果我们不适合的时候 我们筷子可以咬咬咬响 也可以有争执的时候 但是呢 当时peter就说 他说夫妇间的关系 你有没有怀疑 好像现在我们说 我们是为将来打算 经常说 有钱就去传 没有钱就去提 当时他令到我想起的就是 他说 我们的关系 如果是事常对着你的配偶 他说 我要很appreciate 你为我所做的事 一个很specific的事 或者说我很sorry 我做了些什么事 就是向他一些坦诚的 来道歉 而是eye to eye 地向他来道歉 他说 我们的婚姻的关系里面都说 很多时候我们是提款了 就算没有我们也去提 他说 如果我们应该是 就说我们应该去存款 我们appreciate 我们的配偶 还有多些来欣赏我们的配偶 而且很坦诚地告诉你 我这么多谢你 或者在这件事上 令到我觉得很开心 你每一次跟他有这样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deposit 那些存款就会很丰厚 但如果你只能跟他一旦 你整天都会出现赤字 那你的夫妇之间的关系 都会出现赤字 那你就会有很多的拗叫 或者争执的存在 我觉得这些就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 就是 如果你放工回家 就是说 见到太太 可以说一句说话 这句说话 depends你怎么说 可能就影响到一整晚的情绪了 就是你现在在意一点 就是说 就是愿意大家 就是说 就是说 appreciate对方的话 那整晚大家都很高兴 如果你回到来 很容易就说 哇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饭吃 那你忘了 你 the night is over 就是说 就是很明显 就是说 很简单的 就是说 你在不在意 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不在意 就是说 不在意的话 就是说 大家 you go nowhere 但是大家如果愿意一起 是愿意 build up 只要你愿意的话 it can work 另外一个第二点我学到 就是说 是雍英文说 就是identify with 他当时的feeling是什么 很多时候 我们发脾气了 那我们其实是ignore了 主要的issue是什么 就是整天数了 他以前的旧东西出来 整天说着说着那些东西 那变得大家都很不开心 It's not forgiven and forget It's forgiven but still remember 这样的情形 我们整天夫妇就是 如果是几十年 就是很多东西 另外就是说 我们要identify 当时我们的feeling 很多时候 他一天就说 哇 然后很猛 他为什么很猛 他教孩子 不对我们 如果他以这样的语气 和态度对我说的时候 我当时就会很猛 当然了 当时又不是你在这里 是我在这里 那我当然是怒气 但是如果说 他下班的时候 我这样complain 他就说 是啊 Honey 你今天很辛苦 女儿很激你 不用激气 或者我们被心 如果他这样说的时候 我当时我只是感觉 我当时我只是感觉 有很多啊 如果我当时跟你说的时候 我那口气已经下了 我说你自己都不是亲身在这里 看到我当时和女儿两个 吵那个环境 但是Pete和Josephine 我已经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 他只是要向我认同当时 你今天和女儿 你现在很怒气 是啊 女儿今天不听你说 他只是identify我的feeling 他不需要给一个solution 我 那这个人就bring up 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咬的咬来咬去 都是为了要有个solution 其实不是 我当时只是希望向你倾吐一下 我当日所经过的是什么日子 而只要你体会我当时的feeling 那已经是足够 如果不是你说OK 当看不见那又糟了 是吧 就是这些这样的事 就是confrontation 不是说confront 就是说 you have to face it 如果你不愿意那时候 tackle它 要get back to you 你会想着 很多时候说 我都不说不记恨的 但当你吵架的时候 十多年前的旧账 你都会记得的 那另外一方面学到的 他们show给我们看 在overhead里面 有一个overhead transparency 那在一块白色纸上面 就有一点 好像芝麻那么大一点 一点黑色的 当时他们问我 你们看到的是什么 一张白色纸 一点黑色的东西 当然是黑点 但是很多时候 Peter说 如果你走近去看 你只看到黑色 其他的白色 你都看不到 那就是说 如果你那个配偶有一样黑点 你经常都记得他在那里 他有这么多其他的东西 你有没有看到 他的好处 你有没有记住 如果你take a step back的时候 你发现到 他有很多好的优点 那这一点黑色的 其实真的不受什么影响 那当时我自己都是想 他对我都不错 有时候他或者有的那些东西 激起我 我不应该觉得这么大的事 我应该用爱心 来看看其他的优点 而包容这一点小小的黑色 或者说 我那张纸 他打出来的时候 更多的黑点都未定 但是我们就要focus on 我们配偶 他们的好处那方面 我想我们不会拖大多时间 如果不是说到明天都未说不完 就是我做一个简单的结束 就是说 我们觉得最出右道到尾 我们都不是说很特别用心去参加 就是最初的时候 虽然我是负责 叫做安排一切 但是我都没有法子决定 到最后人家开始了 那我们才去 就是觉得就是说 是不是等到发生了问题 才去参加呢 就是我就是成就说 不是的就是 好像说 未入城就应该先学定 知道成有什么规矩 所以就是说我们很鼓励大家就是说 这一点要抽时间参加 没错 今天我们可以有机会 做一个在这里 和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 啊 经历是怎样 但是你怎样都不会好像说 你亲身经历三日两夜 就是说对着你的妻子就是说 学习到你所有的事运用上来 就是在那天开完会之后呢 Grace和Alex和我们又谈过来 就说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很多是结了婚 已经有小孩了 就最难放下就是那些小孩说 我去两天 那些小孩怎样啊 那我和Grace和Alex 我们有个commitment就是说 如果你们需要去的话呢 就是那些小孩来我们 We will take care of them OK OK 我最后有一个point我要做的 就是 当是星期日下午的时候 Peter和Zofin给了我们一件事 我们去想的 就是说我们人生苦短 我们应该珍惜的是现今 他们给了我们一个例子 就是说 有一天的丈夫早上和太太kiss say goodbye 以后她没有再回来 是一件很相同的事情 我们大家夫妇相处的时候 会有这么多的拗叫 或者这么多的不开心的时候 究竟我们拥有多少个明日 有多少个时刻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应该珍惜我们被之间相爱 而利用我们现今那段时间 就是说 It's now Thank you 随时可以claim你的 如果是再arrange到Peter 和Josephine领会的话 我们会take care of you 小孩子 听了我觉得清出于蓝 他们 下次你有个专题 应该请Shirley来分享 分享 我们多谢Robin和Shirley 分享一些他们的心得 下面跟着我们来看一看 究竟在夫妻的关系里面 是什么问题 让他们不能够继续相爱 跟着我自己这么多年 在做婚姻家庭辅导的经验里面 我发觉其中一个很紧要的一点 就是因为人基本上是好自私自我中心 人都是出发点 是跟自己来出发 所以当两个很不同的人 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他们就一定会因为那个我 我先或者我的需要 你应该先考虑 因为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彼此发生冲突 所以自我中心这一件事 我觉得是夫妻之间 一个关键来的 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就是人的罪的本性 这个是大年级 很多夫妻 婚前很恩爱的 真是 我知道有一对夫妻 丈夫跪在mother-in-law面前 求她把女儿嫁给她 说会爱她一生 但是到后来 把太太打得手都断了 婚前就ho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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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后就ho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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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搞到这样呢 我觉得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人都是自我中心 人的骄傲 人的自大 人的自私 让一对本来很恩爱的夫妻可以反目无情 这是我亲身的这么多年在看夫妻关系 如果这个真理是假的话 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相爱 我们做marriage family counseling这一行业的人 一早就没有饭吃了 就是个个都行的话 就是因为个个都不行 圣经里面说世界里面连一个二人都没有 人是基本上很自我中心 这个自我中心叫我们的爱不能够无条件 叫我们的容忍只能够到一个限度 叫我们不断好像刚才Shirley说 看对方的黑点 叫我们不愿意去欣赏对方正面的好处的地方 我就想起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讲到一对新婚的夫妇 两情相悦很恩爱 丈夫就在军队里面做事的 有一天她回到office 发觉她的上司想识她 所以又跟她升官 然后有一个celebration的party 结果她就由一粒梅花变成两粒梅花 这个故事在台湾发生 一粒梅花就是少将 一粒梅花变成了宗教 所以那一天她啰啰乱在office里 一直在那儿看牆上的宗 为什么五点钟还不快去这儿呢 为什么呢 然后她很急要回去向太太来show off 希望太太能够见到她肩膀那里 升了官 然后说她真是好赢 我没有嫁错 称赞她鼓励她 所以那一天她第一个 骑着motorcycle 在台北市的街头 左穿右插回到家 去到门口按门铃 订堂太太开门 平时回到家的时候 你知道新婚夫妇很恩爱 太太像小鸟依人那样 扑上去honey 又爱又有亲 但是那一天没有 开了门 太太好像满怀心事 很不开心的 又不出声地看着地下 这位先生觉得有点奇怪 那就开始学习 这个先生忘记他自己的需要 他其实很急 就希望太太能够发现 她的difference 那肩膀今天 由一粒梅花变成两粒梅花 所以他暂时忘记自己的需要 走过去很温柔的 他问太太什么事这么不开心 你说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但是在这里安慰他的时候 有意无意把这个肩膀 我看着她的眼睛 我看着她的眼睛 希望她能够看到 然后说 你升了官 有发财 那太太事而不见 实际就什么都看不到 就是看着地下 她左劝右劝 那边都是笑都不笑 又没有什么表情 最后还转身 向客厅的方向走 然后在沙发里一坐 两只手一叉 又是低头 一粒声都不出 这个先生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他的修养 第二次忘记自己的需要 就走过去 很温柔的坐在他的旁边 这次还抱着他的腰 然后说 喂太太 究竟什么事 你要说 我问你肚里面的回从 我怎么知道你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你说是谁 跟你报仇 找他算账 但是在这里安慰他的时候 有意无意 然后在这个肩膀 又放在他的眼下 希望他能够看到 然后在这里等着他那一声的惊喜 惊叫 一粒声都没有 左等右等 怎样都是不出声 过了一会儿 太太还哭了 一直在流眼泪 她说糟了 什么事啊 说啊 然后突然间 太太用脚在地板上 一声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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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在西门町 用二千元新台币 疏了一个最新的发型 是为你而疏的 你知道吗 你一进门口 我就左低头右低 你盲眼的 为什么一句好话都不说 赞都不赞一句 那时候轮到个先生在那里 渣渣跳 他说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 升官发财 我又一粒梅花 变两粒梅花 又不见你 你赞一下我的 我在这里 左肩头右肩头 你盲眼牙 但是两个人 嘈到屋顶几乎要倒下来 这两个人你都认识的 在这里坐在一对一对 你想想 只不过 内容不一样 争吵吵吵的东西不同 都是me first look at me 先说你爱我 那我就听你话的了 你先爱我就会顺服了 那个先生说 你呱呱你顺服了 我就自然会爱你了 那么两个人呢 一个不想爱 另外一个不肯顺服 那么中间有一道墙 这道墙呢 就是魔鬼最喜欢体验 魔鬼是哪个 魔鬼是要使一变成二的一位 神呢 神是将二变成一的一位 而今天 魔鬼要拆毁这个教会 好了各位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还有下集的播 请大家密切留意我们播放时间 我们很快就会推出的了 今天来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